申请就业交通津贴要填写一份6页的申请表 包括申请人和家庭成员等等的多项资料 例如现时和以往的工作入息、收入和资产等等 需要花一段时间只能够填妥 每份申请表之内都附有一份表格参考样本 给市民填写时参考 努工署相信可以帮助市民填写表格 而努工署会定时检讨 申请表格要改善的地方 市民填好表格之后 下个月3日起 由计划者亲身交到香港努工署就业中心 预计首批申请人最快年底获得津贴 WOW TV 洪嘉伦报道